我要去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了 这次来美国 为什么纽约LA放一边 先把迪士尼给安排上 当然要去 咱就去个最大的 我看网上图 奥兰多迪士尼相当于上海迪士尼的 二十七倍 这我不得弄二三天 这点就会被奥兰多了 别人说我看行李 边给你们拍个 迪士尼穿的 今天也就是一会儿先去Hollywood Studio 我打算穿这身 好莱坞甜心大姐 当身是一件狠色蝴蝶蝶 吊带背心 又是要带点细闪 还挺梦幻的 下身牛仔短裙 加堆堆袜和球鞋 复古元素拉满 每天要再画 待会儿十个小时 这件胶下气壳 就是我的命 姐妹们记住了 出游就首选的妹色 我就往这儿一放 整个脸都亮了 还照反光板都省了 布料呢 一定要够轻薄 三日多度 大太阳不透气的话 真的会嘎 这种立体缩织面料 真的薄如产意 风一吹 杀材质是可以直接 是洗机洗的 我这件跟那些防晒 涂层的防晒衣不一样 洗了不下二十次 防晒力照样刚刚的 传起来之后啊 这么小的包都能够塞进去 一点不占地方 要是能够去Animal Kingdom 我最期待的阿凡达就在这儿 衣服当然要整个蓝色洗 蓝色因为吊带背心 加牛仔长苦 还是搭这件防晒衣 咋说呢 它就像那种乍一看 没有很惊艳 但是就是跟谁搭 都有CP感的绝 抽成一拉紧 腰线就出来了 这谁都看脱是乌乌看 第三天Magic Kingdom 城堡烟花 当然得安排山公主峰 白色高凌真之家 白色白折裤绝 再套个短款 babyblue的防晒衣 有句话和本尊 不过如此吧 皮在肩上不就是 法国女生超流行的 After this感 现在的防晒衣 不要太离谱 设计这么好看 让不让人买别的衣服了 你是你我来啦 没有遮挡的地方 我就会把帽子戴上 这样头皮呢 也不是被晒的 头皮被晒伤 可会连火 我现在是你落袋 好半前失了 我已经突然下暴雨 我被林车落超级了 现在还要遇见了就关了 而且它就算感触 它一直的防晒 又也是实实 但是现在这件事 实际上 除了防晒也做不到的 就知道不太离谱 咱人们谁懂 那三天准备回家的那种失落感 这感觉才又一直 好像回到了现实 接下个人知道 奥兰多集是你最经验的 以及一些注意事项 奥兰多的阿凡达 不愧是卡梅隆 亲自参与设计的 坐骑体验 画面绝美 森林的味道 还是横峰扑在脸上 真就让你感觉 自己在潘多拉星球飞翔 星战迷 一定是爱死 Hollywood Studio的星战区的 已经很沉浸 当然小孩都背着光剑 但人们最绝聚的开车面 所以体验万分 那灯光秀就更不用说了 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响起 木画的灯光秀和绚烂的烟花 一把年纪都快给我看哭了 三斤入雨季了 但是不下雨时候的奥兰多 真的暴晒如现在 除了动物王国 园区内的遮挡物很少 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晒 防晒衣的上半身 那一点没晒黑 但是露出来的腿嘛 算狂抹防晒 但是还是费了一度 所以去旅行 或者跟我一样 喜欢户外冰洞的姐妹 就跟着防晒衣锁了 下回